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国力是正确的 那有些人他的国力是晚报的 他的阴历是正确的 那现在目前的年代啊 大概从这个七四年以后 在台湾 在七四年以后出生的人 大部分都会有完整的 你所谓七四是 一九七四 一九七四年之后 那他们大会都会有完整的 这个出生证明 那这包含在医院 那在之前的人呢 很多都是晚报户口 尤其是原住民方面 那报户口 报得更是离谱 因为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他是 小时候家里面环境比较穷啊 像我们有些家庭 不止原住民 原住民会更多是 因为他们的生活都很惬意 那有些小孩子是养不起的 他是要卖给人家的 真的吗 养住民有这样 原住民有 包括台湾的住民都有 那原住民是晚报户口 但是有些台湾的住民 他很穷 小孩子是要卖给人家的 卖给人家 你不能太少包户口 对 原来老师 你有接触到这一类的朋友 是 这个都是经验累积的 所以我们需要的 其实是正确的出生 年月日时 而且这个时间 是根据太阳的位置 而定出来的真太阳时 而不是我们一般讲的 这个中原标准时间 那这样很难啊 因为我们出生 比如说孩子出生的时候 医生不就是开证明 就是以当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自己换算啊 例如大陆就有最少五个时区 他差了两个多钟头啊 可是你早上九点的时候的福建 跟这个青江上高原 他也是九点啊 但事实上太阳位置是差很多的 所以我们在换算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在大陆地区的 他的这个换算的话 我们就比较要非常仔细 所以如果是用电脑 像我们一般来讲 我说我一般的民众 我把电脑打开来 然后他说 他会输入你的出生年月日 那通常我们就会拿 医生开的这个证明 比如说几年几月几日几时 可是如果照哥老师 刚刚这样的说法 就说假定你是在大陆 你在福建的 比如说晚上九点 对 跟在西藏的晚上九点 对 其实不一样的 不一样 那当然这个就是 还有加上日光节约啊 像台湾有一段时间 香港澳门都有个日光节约的时间 刚好出生的日光节约 他又少了一个钟头的时候 你也要去追溯 那电脑会不会犯错了 电脑不会犯错 电脑的排盘是根据我们使用者去输入 他所呈现的 电脑要犯错的几率 几乎是很少很少 但是他电脑 所以现在电脑 现在延伸到现在的 命理软体软件 他的功能很多 他就是对几个比较出名的 所谓的这个哪一派哪一派 他有针对很多的一个 不同的呈现 所以电脑要犯错的几率 是比人为的几率要高出 低出很多很多 电脑不会犯错 是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犯错了 所以一般人来讲 因为我们认为说 现在电脑很方便 然后也可能不认识专家 所以就干脆就在电脑上面 把自己的出生 你一日就打进去了 但是我们真正在 论命的同修来讲 跟同好 我都会建议我的学生 还是要从手排盘开始学起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在跟 碰到高手过招的时候 或者是你要排出一个人 完整的命盘的时候 通常他只要透露一个心 拿几颗心或小心 再拿几个工位 我们就能够勾勒出 他整个的命盘 甚至把他的生日都抓出来 但是如果你用电脑 依赖过度医疗电脑 你是排不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他正确的 生成八字 你是排不出来的 就算他抱了八字给你 有可能是抱到错误的 你不知道 但是他所讲的这个星座排出来 是经过其他老师 或者是校正的时候 例如说 他的天机星坐在夫妻宫 子卫坐在父母宫 他这样讲的话 我就会问 你的文曲落在什么星 落在什么宫位 你的左腑右臂在什么宫位 这个东西都是他们能够很熟悉的 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我就能把他整个命格就推出来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只要看到一两个资料 然后你再去旁敲车 你再问其他资料的时候 你甚至可能不知道他的出生年月日 对 他不会讲 那但是在这样子 你只要透露一些注尸马迹 我们就能把你整个命盘排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要 因为这就是一个 我们觉得 做什么事情就是要研究他 你还是要从基本功做起 当然你基本功做得扎实 有的时候会让人家很惊艳 你现在把他命盘公开出来的时候 他就 哇你怎么那么厉害 那这个时候对你的这个对你的这个 尊敬度 对 信任度 专业度 还有恐惧度 都会同时的增加 但是我们就是要你平常做人做事给人家的感觉 所以当然恐惧度刚开始 人家对我会怕嘛 现在就不会了 他们就反而很佩服 所以我会比较鼓励 就是在学任何的命理的这个知识 还是从基本功用手牌开始学起 我们养成一个扎马步的一个基本功 把它练好 然后在平常来想懒惰的时候再运用电脑 我觉得这样的话 会比较让自己在命理的这个学问上 会更扎实 更客观 那手牌命盘当然还是要知道出生年月日 当然了 所以就是你会鼓励学生跟你学的时候是 多拿一些人的出生年月日来 用手来牌这个所谓的命盘 都会从头交起 那如果说学生学到一个程度 我们通常都会拿命盘来做讨论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人生下来的时候 跟谁的缘分比较不好 为什么这个人老是在出车祸 为什么这个人横财这么多 为什么这个人就是天之骄子 等等的时候 他都有蛛丝马迹 而且在指挥斗树跟八字的命盘呈现 是绝对不会抵触的 就是指挥呈现出来的跟八字的呈现出来 是完全不同的就对了 没有是绝对不会抵触的 不会抵触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指挥斗树的起大运的年纪 跟八字起大运的年纪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一个起运是十岁 一个起运是五岁 这个当中差了五岁 那每一个的都不一样 但是他在抓这个差距年的时候 他会造成他自己一个判断上的 这个是一个命理的一个技巧 那但是他绝对不会有抵触 绝对不会说八字看出是赔钱 然后指挥斗树确实是赚钱 对 其实就是不管是八字或者是指挥斗树 其实还是有一些科学的根据是不是 因为这是老祖宗的智慧 科学是一成不变的 那是命理的东西会变的 因为我怎么知道这个人 他到底做了什么应得 然后做了什么一个判断的错误 同样都是投资 他投资金融股 他投资电子股 下场就不一样了 投资所以你 我们在论命的时候 我们会问的很仔细 你是投资什么 哪个国家 什么项目 什么时候开始投资的 这个都是蛛丝马迹 应该是这样讲会比较客观 对 我们知道吗 那个葛老师呢 一直被业界称为企业命理师 就是因为您帮很多企业 这个判断这个怎么样用人 或者是投资的方向 所以让企业真的就是 非常的亨通 事业非常的亨通 就是说我们不能保证一定成功 因为这跟你人格的魅力 跟你最后的取决 以及你对人对事的方式 来决定你的成败 但是你只要照着这个老祖宗 这个告诉我们这种 智慧经验的这个 系统下面去完成 他必然是一定会 远离这些灾难 然后至少会让你 不好的运势 不会一直在下滑 至少保持平平 这个是没问题的 对 不过通常人都是在运势 很平顺的时候 不会想到要去什么算命 什么的 一定是 不能说一定 通常 通常一般人 对 都是在比较 可能在失忆的时候 或者是碰到什么样的瓶颈 自己也解不开了 这个时候 所谓的八字 或者指挥斗数 其实是可以让这些人 得到一点点的迷津 指点迷津 这个是无可厚非 但是真正的赚钱的老板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那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运好的时候 他会追加 好 那我们这个就留待下回 请格老师来帮我们 举个例子 来帮我们说说 好 今天谢谢听众朋友 更谢谢格老师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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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